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 猛到能哄天的爆霜动作电影 《哄天猛将3》 有人说 这他妈不是赶死队吗 不错 就是赶死队 但俺还是喜欢 哄天猛将这么简单霸气的翻译 更加符合本篇全程 哄天暴气的硬干作风 哄天猛将 个个能哄天 和第二不一样 电影一开始 我们的老丈人史泰龙 正带着他的哄天猛将们 营救自己的一个朋友 这是一个密不透风 全副武装的重型监狱 一群猛男 直直开着呼噜呼噜的直升机 居高临下 对敌人的列车 发起猛烈攻击 为了对付这群挂兵 敌方动用KVV重机枪进行轰射 但被史泰龙一个飘移 轻松躲过 史泰龙几乎贴底飞行 摸的铁轨 刺辣刺辣直往火星子 火车飞速向前 前方是史泰龙精心准备的钢丝 一下子就撞死了所有人 解决所有人的史泰龙 直接将直升机停在了火车之上 众猛将们进去后 一枕突突轻可见 打死了所有人 救出了前男友 前队友小二黑 正当中人要撤离之际 小二黑却不干了 骂得老子还没装逼呢 这就想走 于是立马反向跑毒 冲进驾驶室 咔嚓载掉驾驶员 将火车开到全速 直奔监狱而去 是要撞死这群王八犊子 小二黑直接开着超大口径重机枪 对准监狱猛攻起来 监狱高处的建筑都被打到爆炸 火车以每小时280mAh的速度 向前狂奔 小二黑一个踢运纵 直接飞起 整个堡垒瞬间爆炸 在巨大的浓烟之中灰飞烟灭 到了地方之后 石台龙大手一挥 炸掉直升机 换成另一座飞机 低调离开 你他妈管这玩意叫低调 哄天猛将 都能哄天了 还需要低调 不过猛男们 也不是各个长生不劳 团队最多的时候 一共有22名队员 现在 动挡戏杀 就剩下这几个最牛逼的了 小二黑劝龙格尔退役 不然过几年 说不定也会死 说完拿起龙格尔 拿巴掌的匕首 刮起了脸 你也不怕 把腮帮子切下来 腮帮子切下来 是不是就神做了 而死客的主角们 也没闲着 他们又接到了另一个任务 去阻止一个 叫梅尔吉普森的 军火商的交易 此人就是当年 在勇敢的心里 领导了苏格兰人民大旗的 那个猛男 第二天猛男们就直接到了 众人理应外合 在码头拘杀了各个把手 小二黑则施展出了 极其华丽的刀法 和莱雾营去无踪的 无声作战能力 队友们称赞 这家伙刀法可以呀 擅长用刀的郭达表示 再划他我把你嘴缝上 小二黑控制塔掉 众人钻地集装箱内 被小二黑完美地 运到了对门 此时梅尔吉普森驾到 史太龙看到后立马大怒 这家伙不是死了吗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史太龙第一个冲了出去 拿着M4A1和敌人 发生激烈枪战 梅尔吉普森马上逃跑 人多是众 火力凶猛 泰瑞克鲁斯表示 事实后来一缩子了 说把拿出M134加特林机枪 对着岸上狂扫了起来 整个码头都被打爆了 史太龙则和郭达 趁机开着车 一路飘移一带闪电 狂扫轻军奋起直追 来到码头对面后 泰瑞克鲁斯直接开着劈艇 前来救援 一个划铲咻的一声 飞到岸上 正当住人以为 解决了所有喽啰之时 梅尔吉普森 坐着直升机突然出现 拿着一把G36K步枪 瞄转了他们 对方居高临下 一枪打断了泰瑞的腿 众人急忙带着泰瑞撤离 梅尔吉普森直接扔下了 一枚MK82D组炮弹 火闪不及 巨大的爆炸将所有人 全部掀到海里 按照正常人早就成渣了 但轰天猛将们 扎个猛子 噗通噗通又上来了 泰瑞受伤 险些丧命 整个行动的失败 跟老丈人史太龙的 贸然行驶 有很大的关系 这让老丈人很是愧疚 决定随即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嫁个女儿 施瓦辛格来到医院 看兄弟们表示 史太龙太老了 自己已经准备退役了 现在主要负责 特种作战的代理运输 任务失败 上级负责人 哈里森福特 十分生气 史太龙指质李辉 也确实感觉 连波劳仪 再这么下去 可能会有更多兄弟牺牲 轰天猛将们 可能真的轰不动了 于是产生了解散的想法 而此刻 梅尔吉普森正在买画 为了保护艺术品 很多海关规定 油画在过关时 可以不用扫描 而此刻 史太龙提出要分手 因为大家都老了 他不想连累大家 过达第一个不干了 你是大师兄 居然要分手 说好了兄弟一辈子 少一天一个月 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 解散队伍后 史太龙决定 临时组建一支小分队 重新取抓梅尔吉普森 让老队友去死了 你心疼 让年轻人去 你就不心疼了 哼 果然是老逼登 让飞行飞步的人 当跑飞 算你有一套 史太龙很快开始了招募之旅 街头人给他推荐了第一个人 史太龙一看 我不要宅男 不是他上面的那个 好 我要了 晚上史太龙又被带到了酒吧 史太龙很诧异 不是要招人吗 带我来这种地方干嘛 街头人告诉他 他那个人 他叫秃妞妞 史太龙道 这有什么厉害的 我也行 你穿上裙子和高跟鞋试试 哦 也对 我要了 队伍里又来了一个老头班克斯 对方说自己是个80后 80后 你是1880后吧 班克斯很生气 我的心太年轻 就像80后一样不行吗 就这样 史太龙很快就招到了一批人 保镖武器大师 海军特异特种兵 应有尽有 不过简利不重要 反正是去摆送 史太龙不心疼 夜晚 哈里森福特找到他 告诉了上级要求活捉 史太龙很不解 我说是想让他再次逍遥法外吗 但领导就是这么决定的 哈里森福特也没办法 行动当天 深爱着史太龙的郭达 还是带着弟兄们来了 可是他们已经被开除 弟兄们看着到手的任务 自己却没机会参与 心里很是委屈 看着这群年轻人 在自己面前 嘚瑟就来起 但年轻人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郭达失去离开 但一把扔过一击飞刀 给年轻人上了一刻 事实给他刀 任务开始 阿诺负责搞带运 把他们运到指定地点 直接空降 通过几天的观察 他们开始准备行动 但年轻人不喜欢史太龙的计划 于是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史太龙觉得 年轻人有想法 于是决定试试 夜里 梅尔吉普森来到大厦正在交易 史太龙的赶死队 理应外合通过锁匠 逐步包围了大厅 一声令下 整个大厅电扎拉下 陷入黑暗 大战遗嘱敌发 梅尔吉普森火速逃算 但逃生通道 早已被锁死 只能顺着黑客 预先设计的陷阱跑 就这样 梅尔吉普森被抓了 整个过程出奇的顺利 但梅尔吉普森丝毫不慌 能够活着带走他的人 还没出声呢 话音未落 梅尔吉普森的直升机 就追了上来 一炮炸翻了史太龙的面包车 队员们全部受伤 史太龙想要站起身来捡枪 被一枚炮弹 直接炸飞到悬崖之下 湍急的河流和林寻的怪石 让史太龙很快就昏了过去 小队全部被抓 次日醒来的史太龙在岸边 看到几名梅尔吉普森的鼓傭兵 火速掏出手枪 光速击毙树人 捡起一把G36步枪 开始撤离 阿诺早已等候拖时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很明显 任务失败了 史太龙没有废话 他要把这些年轻人救回来 救阿诺和史太龙两个老头 不 救他自己 阿诺劝史太龙 应该去找以前的队友 但史太龙亲自开除了他们 面子很重要 好马不吃灰豆槽 饿死也不吃 但一个人确实不够 毕竟这不是拍第一滴血 何况对方是 武将奥斯卡加身的梅尔吉普森 最后史太龙同意 80号班克斯加入 就两个人对方几十人 而且全副武装 手握人质 估计够呛 而此刻 老队员们每天在家里闷闷不乐 郭达更是闷了一肚子气 妈的跟他们干了 一刀捅穿了电视 出发 电视招你惹你了 此刻史太龙正在跑道上调整飞机 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一群全副武装的 标性大汉拦住巨落 正是郭达相声小分队 只有你个傻逼会去挡昏水 而也只有我们这群傻逼会傻到去救你 此刻 哈里森福特告诉史太龙 你的队员全部被转移到了 梅尔吉普森的雇佣兵基地 那里一手难攻 营救将极其困难 哈里森福特大骂史太龙 不要逞能 不要搞私人恩怨 要活捉 要让这家伙接受法律的审判 史太龙坚决不听 哈里森福特大怒 立马让司机掉头 计划有变 去找史太龙 哈里森福特来到飞机场 阿诺克里连结问他干什么 干什么 杀梅尔吉普森 不过 我可没参加 谁举报我 我干他你啊 李连结表示 俺也一样 史太龙的小队已经到达 准备偷偷潜入 路上班可斯一路说着相声 让郭达很是烦躁 龙格尔大骂 我不喜欢他 班可斯问 他说什么 史太龙道 龙格尔说他喜欢你 终于到梅尔吉普森的堡垒了 班可斯表示 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众人骑刷刷的 不听 营救行动开始 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守卫 就直接到了关押人质的大营 救下众人后 梅尔吉普森的电视播放了 我们来玩个游戏 整栋大楼都安装了C4炸药 正常人90秒才能逃生 你们45秒 不不 倒计时开始 根本来不及逃跑 黑客表示 让我试试 说着开始 干扰信号 居然成功的在最后三秒 锁死了倒计时 梅尔吉普森大怒 叫所有人 坦克武装直升机 第一面雇佣兵部队 全部杀来 众人直接慌了 大骂年轻人 要不是你们被抓 会害得我们落到这个田地 史太龙一点都不慌 这情节我熟 第一滴写三的时候 就打通关了 何况 还有一个星球大战的 哈里森福特 和一人踏平一座岛的 魔鬼司令阿诺还没来呢 大家不要怕 喝了史太龙的毒气血 众人开始牛逼轰轰起来 外面的特种兵野牛逼 正在呼呼搞所将呢 史太龙表示 郭达 你带着班克斯一起 郭达 卧槽 但对手已经杀来 郭达没时间挑队上了 只能开战 外面的钢铁部队 虽然来势汹汹 但一个个都跟眼瞎了一样 全程都忙着被打 然后疯狂抽出而死了 就是打不着主角团的人 主角团机枪一扫 那下面人都死得乌殃乌殃的 但他们还是不要命的往前冲 可是这群人就光往前冲 就没见过开过枪 反正估计就想着 赶紧冲啊 冲完了 上午就杀青了 美尔吉普三都看不下去了 这群子群岩不给力呀 炸死他们 坦克部队开轰 一发发重弹 不住地打在楼房之上 炸出一朵朵 美丽的菊花 但史太龙的人到处转移 外面的人下劲而轰 是打不到的 在炮弹的加持下 群众演员们更加勇猛 史太龙主角团们 开始有点招架不住了 史太龙更是被炮弹炸的耳鸣 一辆直升机 直接就要对着史太龙开轰 千军一发之际 武界全国武术冠军 和魔鬼司令阿诺 以及千年损舰长 哈里森福特全部杀到 上级 一咋来了呢 哈里森福特表示 手下就是我的孩子 你见过秦马不要孩子吗 马来救你 哈里森福特开着直升机 到处牛 直升机算啥 一千人家可是开千年损战舰的 超光速越界 阿诺和李连杰在空中 一人一挺M240机枪横扫千军 哈里森福特则一炮 端掉了一辆坦克 这时对面开始搞机车部队 一个个化身假面骑士前来送死 主角团抢到摩托后 开始狂秀 哈里森福特又轰掉两辆坦克 对方也派出直升机 和哈里森领钢 哈里森表示 这情节我熟 怕怕惊的宇宙舰队都弄不过我 就凭你 而堡垒内部 郭达也在砍瓜切菜 女保镖兔妞妞也在疯狂暴击 所有人都在那里 打得正爽 一边打一边喊 看到他们打野打得正爽 梅尔基普森看了后很受伤 班克斯更是牛逼 大口径机跑横扫 也是毫发无伤 一个跑酷直接跳了下去 顺便从天而降 端飞了两个小兵 救下了突扭扭 此刻哈里森福特 正在与敌人的武装直升机缠斗 在烟囱之间穿梭 而龙格尔也不闲着 和机车战士互相配合 吸引坦克注意 很快就击毙了坦克兵 接管了坦克 一名士兵和郭达缠斗 另一名想要偷袭 被郭达队友一枪打翻 郭达也一顿爆炸 捅死了小兵 由于主角团暴击无数 梅尔基普森派出了更多高手 郭达被一个标情大汉 直接撞飞 二人开始肉搏 班克斯也开始肉搏 打死了一堆 手持AK自动步枪的人 这些人就跟二愣一样 拿着枪就不开枪 等着让班克斯打 没办法 剧组不让 不然上午没喝饭 而过打一顿 华丽的缠斗之后 终于用连环飞刀 将对手临时 哈里森福特还在 与敌方直升机缠斗 阿诺本 你开的不赖啊 哪学的 说吧打爆了一辆飞机 而没想到的是 对手又来了一波 这一波又来上百人 卧槽 整个主角团都要疯了 这还让不让人杀精吃饭 史太龙知道 不能再继续刚了 准备直接跑到楼顶 开直升机离开 此刻梅尔基普森 亲自驾车赶到 妈的来了 还能让你走 必须打我一顿才行 最好打死我 很快速队员 都已经转移到房顶 马上就能离开 史太龙正要撤离 背一枪打下房屋 是梅尔基普森 两个人一顿嘴炮后 全部扔掉手枪 开始肉搏 而此刻 干扰C4炸弹系统的 干扰器电池电量 已经不足了 整东大楼很快 就会灰飞烟灭 但史太龙却迟迟不出来 控制器电量 只剩1%了 史太龙还在打架 杀死了梅尔基普森 C4炸弹一个个引爆 大楼开始山摇地洞 然后天塌地陷 史太龙飞身一跃 巨大的浓烟淹没了一切 整个基地都化成了滚滚沉烟 史太龙死了 废话可能嘛 史太龙正在直升机下面挂着呢 队员们哈哈大笑 郭达破碎的心又愈合了 大师兄 就知道你行 说好了一辈子 就是一辈子 少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 最终 史太龙回归和郭达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化名蔡晓明 电影结束 这只是电影《哄天猛将3》的故事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